早安 晚安 大家我是早安 近期有不少玩家在敲碗我的组装教学 虽然网路上也有不少资源了 但我还是有观众坚持要看我的教学 真的是承蒙大家的喜爱了 谢谢你们 所以 今天我会用第七五来带大家看我组装一把键盘的过程 我想这样会是最好的组装教学 还有 我想说 其实组装一把键盘就像在做一道料理 请听我微微道来 首先 要煮一道料理 我想最重要的不是检查你的肉有没有瑕疵 或者油能不能通电之类的 我认为我们要先有一个菜单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像我前几部影片说过的 不同的零件 材质 乃至厂商的组合 都会对把键盘的手感及声音造成很大的影响 所以在组装前 我通常会到网路上搜索影片 看看这把套件有着什么样的特性 然后依照它的特性去选择零件 再选择要使用什么样的材质 以及结构 还有组装方式 这个我称它为菜单 像是Kwaku就非常适合组Clack盘 这个使用GMK来搭配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不过 今天我组的套件是Z75 我组装时它还是样品的状态 网路上便没有任何的资讯给我参考 那么这时候我该如何制作菜单呢 我们来看到Z75的ICTA 我猜官方应该是想要我们组no form 也要是无眠的组装方法 为什么呢 首先 它的PCB没有开槽 而且是1.6mm 再来 定位板同样也是没有开槽的 看到定位板 及PCB都没有开槽后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组无眠 因为现在开槽的键盘可以说是满地横飞 但开槽后的无眠又会让声音变得很闪 所以有这个机会 我肯定得试试无眠 当然 你不一定要抄我的作业 我的最好搭配不一定是你的最好搭配 决定好了no form后 我下一个看的是套件本体的重量 通常来说 越重的键盘声音会越cracky 而Z75的重量则是达到了2.6公斤 非常夸张的重量 所以我决定让它crack到底 选择的键帽式GMK 早期则是去除导光柱的黑莲轴 这样我们的菜单就写好了 接下来就开始组装 接下来我们进入主题 来到我们的组装环节 首先 组装的第一步 是要把你的桌面弄得一团糟 就像PlayStation的影音师有说过 一个干净的影音师是绝对做不出好作品的 放在我这边 一个干净的桌面是绝对组不出一把好键盘的 这个是我认为组装键盘最实用的技巧了 希望你们都能学起来 回到主题 再开始组装一把键盘先 我们要先检查键盘的外壳有没有瑕疵 常见的瑕疵像是 刀痕 污漬 或者是上色不均匀之类的 通常常商都会有一个检查标准 除此之外 你还需要检查零件有没有到齐 还有PCB能不能正常触发之类的 这些因为其他人都比较常讲 所以我就不在这里多赘述了 确认好套件都没有问题之后 接下来就是润轴环节了 但其实正常来说 选择轴体的部分 或是在润轴之前进行的 所以你会看到我现在在黑莲 还有蒂芙尼之间做抉择 最后我是选了黑莲啦 因为蒂芙尼它的轴心不太稳一些 所以我选择了黑莲轴 不过黑莲轴有个问题 也就是晶维科一直以来的痛点 在现在的导光柱模具还是会出现的问题 也就是弹片音 这系列的轴体有像是黑莲轴 海车轴之类的 至于我对弹片音的解决方法 还有润轴的技巧之类的 因为我润轴的方法比较繁复一些 所以我在这里不会过多赘述 让我们留到之后的润轴片在一起谈吧 在这里我选择润法是PS2润轴心四侧 然后润底壳轴心柱的外围 还有弹簧的顶端 然后不针对弹簧做特别的润滑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很懒 而且我又忘了带了105 所以我这里没有润滑弹簧 一般来说 弹簧基本上是必润的选项 不要选我这样乱润走 润滑倒鬼时 我会刻意去回避倒鬼处顶的地方 上盖也是同理 因为这多多少少会减少一些回弹的声音 这是我不乐见的 所以我会选择回避掉 而在轴体的正反面 直接一笔刷过去就行了 小巧者是稍微点个两下就行了 而在这里为了做测试 我也把蒂芙泥也润过了一遍 因为蒂芙泥的论法不是重点 所以我在这里也不会多提 论完蒂芙泥以后 我又针对了黑莲 做了润轴过后的对比 发现我还是比较喜欢黑莲轴 所以最后还是以黑莲轴上接了 我 Tropez封灵的脆汁 大概个沒有 你还学ร讨进去 现在这个带戴不上去 的吃的人 还是但在景統 今bright市里有多高 太阳 平均很高 ほら 他品質好了 沒有 在台灣有一點爭議 怎麼說 我覺得好像是 在相同價位還有那個TX跟 加大龍的東西 還有很多 可是對他們來說是同價位 400顆跟1500就不能說是同價位 對他們來說是同價位 怎麼說熊 江南熊貓 TX的衛星裝備 對 我看Youtuber很多一些朋友是這樣說 一定要iPhone嗎 iPhone嗎 不用iPhone是因為iPhone的背面表皮 喔 我想得中 不太最近這樣有 不過我蠻蠻蠻蠻 是iPhone嗎 這個表面有一些很優質 好 好 不用iPhone 而且還是背面是因為它有皮 所以 而且還沒有油脂 好 現在還有一些專門拿來調那個 一些種皮 好 不用調到我 不要 接近完美感好了 嗯 我還會有個小碰 因為我不太會調 所以 誰要做的 我會是 專業的Youtuber 拿下一個沒料YT仔 只會拿那台相機不知道做什麼 超過 在圈圈中 調個衛星軸應該可以說是最大的一個坑了 如果說 RUN軸還可以照著網路上的大神操操作業 偷個RUN法什麼的 但衛星軸可以說是玄學百出 根本就像占卜一樣的存在 不算你照著網路上的教學去做 還是會有可能冒出一些不明其妙的錯誤出來 像是空箭層 鋼絲音之類的 這些要我把它塞在這裡全部講完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未來有機會的話 我也會專門出一集來講解我調味星軸的方法 大家敬請期待 有一個傳送聞看的感覺 給我看一下 對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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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会直接碰到PCB 你不会直接碰到PCB 如果有油脂的话你会 导电 不是 导电应该也是有的 会更多人在意是 如果油的话会变成 有点颜质的烧感 肉感 我还好 就这个地方 这个会有小黄茶 好像在这边也会有很大的抹茶 所以 对不是抹茶是 它会在这一层中晃动 就把自己填充一点 然后这边它都不会那么晃动 我再把这个装进去 这真的好难充 好难充 它卡 不太要卡进去 OK 我从一开始装这个装好久 我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M1二代的卫星轴 它只能支持1.2mm的PCB 但是 Z75它的PCB是1.6mm啊 所以我在这边硬装 怎么装都装不上去 我当时还觉得很奇怪 想说是不是Z75的设计 出了什么问题之类的 但后来就 用上了备用方案 那后来硬把M1抓上去之后 我是在空白键测试的时候 才发现到问题的严重性 这个空白键根本不按不下去啊 所以 完蛋 美容金车还是叫多看规格 我刚才操作 在测试卫星轴的时候 我一律建议先上定位板的做测试 虽然从结构上来看 定位板应该是不会对卫星轴造成什么影响的 不过 在我多次的测试下 不知道为什么 定位板就是对卫星轴会有影响 我也搞不清楚原因 就当它是个玄学吧 总之 在测试卫星轴之前 先上定位板就对了 上定位板 跟没有上定位板 测试出来的结果 可能是完全不会相同的 不太理想 这个备用卫星轴是江湾的V3 虽然这样说或许有点偏颇 但江湾V3没有上Holy Mode 可以说它是一个 非常不讨喜的存在 如果这全部都没有上Holy Mode 所以它的表现会有点糟糕 不过好在它没有什么空间层 也没有什么杂音 所以这样你们完全听不出来 不过我在打字的时候是明显感受到 剑帽两端的手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还带有很大的阻力 我想这应该是它们内部空间比较大的关系吧 最后就是内胆 还有剑帽的组装了 总之就是先把定位板给装上PCB 然后周围用几颗轴来做固定 接下来再把周围填满就行了 然后因为部分套件会比较软弹的关系 把内胆给装进键盘后 键帽可能会很难安装 所以我会建议 在装内胆前 先把键帽给装上内胆 再盖上散盖 这样会比较方便一些 也不容易让散盖占损 好了 OK 鲁帽 是三天的三天的话还有五就机会 完了 我觉得我们应该会被这个骂到臭头 最后索罗斯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技巧了 注意不要扭太紧 感觉到稍微有些阻力就可以了 如果是用电动螺丝起子的话 我没有用过电动螺丝起子 好总之就这样 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看打字影吧 怎么完全决定就是影片上面的声音 打到来看 导演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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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